大家好,我是阿二姐 炒包菜的时候不要焯水 和直接下锅炒了 多加这一步 炒出的菠菜鲜嫩入味,不会出水 一起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将买回来的包菜从中间切开 再将包菜像视频中这样撕成小朵 我们在选包菜的时候尽量选择这种脆嫩的包菜 这样的包菜口感会更好 处理好的包菜中加入一小少许盐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将包菜浸泡10分钟 再准备一根胡萝卜 将胡萝卜改刀切成段 继续改刀切成薄片 再将切好的胡萝卜片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几粒大蒜 将大蒜改刀切成蒜片 切好的蒜片装入小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根大葱 切适量的葱花 切好的葱花和大蒜放到一起 接着准备一个小碗 打入三个鸡蛋 再加入上的料酒去腥 再将鸡蛋充分搅散 让蛋清和蛋黄充分融合到一起 下面来拌个料汁 小碗中加入一勺食盐 一小勺鸡精 一小勺白糖 少量的白胡椒粉 再加入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再用勺子将料汁搅拌均匀 现在的包菜也泡好了 将泡好的包菜控水捞出 放入另外一个盆中 接着再加入量的清水 将包菜再抓洗抓洗 洗好的包菜控水备用 提前烧一锅开水 下入胡萝卜片 将胡萝卜片焯烫一下 胡萝卜约焯烫半分钟 孔水捞出 防一旁备用 接着取出炒锅 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油热下入蛋液 将鸡蛋炒至凝固 最后炒成鸡蛋块 盛出备用 接着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下入包菜 快速大火翻炒 提前将包菜煸炒一下 后面再炒的时候 包菜就不会出水了 再将包菜翻炒几下 然后盛出备用 接着继续加入食用油 油热下入葱蒜爆香 炒出葱蒜的香味 炒香后下入胡萝卜片 包菜 鸡蛋继续翻炒几下 接着下入拌好的料汁 继续翻炒均匀 滑开调料 翻炒均匀之后 就可以离火出锅了 装入盘中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这样一道好吃的素炒包菜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的包菜脆嫩入味 特别的开胃下饭 朋友们 视频看到这儿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您发菜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个点赞 关注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 赶紧收藏起来给家人试试吧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